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菜说,我是小菜 2022年2月初,安徽省公布了16市2021年GDP资料 其中邦步市以负的2.1%的增速 成为全省唯一一个GDP负增长的城市 可怜呢 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就在100年前 邦步曾经是安徽省发展最迅速、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甚至呢,一度成为安徽省的行政中心 那么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其实是和一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那么他是谁呢?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 话说1868年的2月7日 这一天呢,是农历正月十四 在郢州府府阳县三塔村这个地方 整个村子呢,还在过年的氛围当中 那么一大早呢 人们就被连绵不绝的鞭炮声吵醒 放鞭炮的呢 就是村里的大户 老尼家 提到这老尼家呀 那可了不得咯 在府阳 只要提到三塔村的老尼家 几乎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巧 从第一代 尼惠增开始 到第二代尼杰之都在朝廷里做官 而第三代尼书 他是举人出身 曾经啊,还担任过袁世凯的家庭教师 而刚刚出身的那个婴儿呢 就是尼书的二儿子 尼四冲 我们现在啊,常常说 某某人是官二代 某某人是富二代 而对于尼四冲这样的官四代来说 这些人都是弱爆了呀 对他来说呢 只要平安出身 几乎就是躺赢 决决决大多数同龄了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画面转回 离府阳四百多里的 凤阳县蹦步及 这个时候的蹦步及啊 过年的氛围呢 那是要淡了不少 街边呢 已经有零星的一些茶棚子 开始开业了 茶棚子的老板们 从南下的客商口中得知啊 刘明传在山东受光 打败了东免军 这对他们来说 那算是个好消息啊 大清朝怎么也算是 得到了战时的喘息 那打不过洋人 还打不过老百姓吗 我不服气 而且更重要的是啊 经历了太平天国战火的犀利 蹦步及这个时候 已经是满木疮痍 常住人口呢 都不超过五百户 那老板们自然就期待了 时局能够稳定下来 这样呢 才能留住更多的客人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聊一聊 还在吃奶的尼斯充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啊 能够靠出身躺营 那已经是祖坟上冒清烟了 但是对尼斯充来说呢 他的躺营 简直就是bug般的存在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尼斯充啊 自幼天资聪颖 才智过人 到十二岁的时候 就能熟读四书五经 在乡里面呢 有神童之美誉 1893年 尼斯充参加科举考试 一举就中了秀才 不过呢 在后面的相识当中 他就不是那么顺利了 数次次不低 这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人生的重大挫折啊 俗话说的好啊 成绩不够 金钱来凑 对于这种官宦家庭出身的人来说啊 最不差的就是钱 那么捐班 无疑就是成为他进入体制内的最佳捷径了 父亲尼叔 为儿子尼斯充啊 就捐了个郎中 不久这个郎中呢 就升为了山东陵县直县 虽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直县也是买得来的 但不管怎么说啊 也算是进了体制内了 到了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侨居美国的荣宏啊 这个时候是坐不住了 他就通过关系 找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栋 给他写了封信 表示愿意回国效力 那张之栋就很高兴了 立马赴殿 就要荣宏回国来贡商大事 1896年 这个时候呢 荣宏已经升任了江苏省后补道 他就上书给朝廷 希望修建金镇铁路 那资金方面呢 由朝廷和民间 共同出资1000万两 剩余部分 由他负责联系 美国财团来募集 对于这个方案 蜻蜓自然很快就批准了 不过问题就出在了美国方面 因为当时美国 刚刚打完跟西班牙的战争 并不愿意向外投资 所以说呢 荣宏的计划值得落空了 不过呢 西边不亮啊 东边亮 修建铁路的这个方案啊 很快就被英国方面得知了 他呢 就企图以英美财团的名义 借给江苏省候补道550万磅 以获得这个铁路的驻路权 但是不料啊 德国又横插一杠子 因为德国担心啊 他们在山东的势力 会因为这条铁路而受到影响 所以呢 在1898年的时候 经过商定 金镇铁路就分为了两段 北段 从天津到山东的铁路 是归德国人投资修建 而南段呢 则由英国人投资修建 眼看这铁路就要开工了 谁想到呢 这个时候义和团运动又爆发了 修路的工程 那就只能停下来咯 凡事呢 都有两面 义和团虽然给清廷带来了麻烦 但是给尼四冲的人生 却带来了转机 1899年 尼四冲的继母徐氏去世了 按照规定呢 尼四冲必须回乡丁忧 不过就在他准备动身的时候啊 突然听说 县里面有人聚众社坛 还传授刀枪不入的技法 这种东西啊 忽悠老百姓还行 但是忽悠尼四冲 那可是护不住呀 他当即判定 这个就是唐文左道 蛊惑百姓 很快就将带头之人逮捕入狱 并且尚书朝廷 奏请严查 把这些事情搞定了之后呢 尼四冲才回乡守效 对尼四冲来说啊 这种删帖封号抓人的举动呢 也算是正常操作 但是没想到啊 他的这个举动 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 原来啊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 袁世凯就出任了山东巡抚 在翻阅档案当中 就看到了尼四冲的这个上书 他当即就认为啊 此人眼光独具 身气伪才 未堪大用 你看这个评价非常高啊 所以呢 他就立刻要求尼四冲 消假复职 就这样 在家定优不到一年的尼四冲 就再次走入了官场 跟袁世凯确认过眼神之后 尼四冲就认定了 袁世凯就是自己要跟的人 一九零八年的九月 袁部炎热的夏天 还没有结束呢 一个洋人就跑到了这里来 他叫德纪 原来啊 在此前的一年 清政府跟英德两国 签订了正式协议 开始修建金埔铁路 而这个德纪呢 正是金埔铁路英方的总工程师 他为什么要跑到 袁部这个地方来呢 原来金埔铁路淮河大桥 最初的旋址并不在袁部 而是在林淮关 就是在除州那个地方 不过德纪到实地考察之后啊 发现林淮关这个地方 地势低洼 并不适合建桥 而当他经过袁部的时候 发现这个地方呢 地势比较高 而且这个河底的岩石啊 比较多 可以说是建桥的首选之地 要致富先修路啊 小小的袁部 即将因为这条铁路的到来而崛起 但这个时候的尼四冲呢 却陷入了人生的第二次低谷 这就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1909年的时候 袁世凯在宫廷斗争当中逝世了 被载风发配回原籍养兵了 很快 尼四冲也跟着倒霉了 就因为贪污被弹劾 不过这个时候 就看出尼四冲的厉害之处了 他并没有放弃追随袁世凯 他始终认为啊 袁世凯绝非凡人 目前的失事 那只是暂时大 日后必将东山再起 重新走上政治舞台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 尼四冲的确会员如具 1909年10月10号 武昌起义正式爆发了 为了镇压起义 清廷就不得不再次启用袁世凯 而随着袁世凯的再次得势 尼四冲也得以顺利的官府原职了 1912年1月份 尼四冲带兵攻占了老家府洋 而在十多天之后呢 中国就正式进入了民国时代 在攻占了府洋之后 尼四冲并没有闲着 他意识到要控制安徽 那就必须控制完北 而作为苏婉门户的邦布 在尼四冲的这个战略布局当中 他的意义就越来越凸显了 成为安徽都督之后 1913年 尼四冲就开始在邦布火车站附近 大量的构地开始建造安徽都督府 不过跟现在这些土豪买地建房子 还不太一样 尼四冲在建设的时候呢 他考虑的还是比较长远的 他就意识到都督府所在地 将来一定会成为城市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所以在修建都督府的时候 就有意识地进行了道路的规划 像邦布人熟知的大马路 二马路 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规划形成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 安徽的整个行政中心 就开始逐渐由安庆向邦布转移了 在晚北站稳脚温之后 尼四冲就开始发挥他的另一项才能 就是投资了 不过跟普通的商人不一样 尼四冲的投资 与其说是投资还不如说是抢劫呢 由于交通非常便利 所以邦布就逐渐成为了 晚北最大的四岩级三地 尼四冲就盯上了这块肥肉 本着私犯有罪 上贡合法的原则 1914年 尼四冲就将原设于宿县的 晚北岩务局搬到了邦布 并且设置了叫府安岩站的 这么个机构 规定晚北岩商必须携货 来邦布拿税定价 由府安岩站负责转运 邦布摇身一变 就成了官岩的集散地 伴随着岩业贸易的发展 邦布也逐渐成为了 金浦铁路上大宗商品的 集散转运地 尼四冲 顺势呢 就在邦布设置了官署 征收往来货物的离金税 这个有钱人啊 也有有钱人的烦恼 眼看收上来的税款越来越多 这么多的钱 这往哪方呢 其实在当时的邦布 已经有了中国银行的分行 但是尼四冲并不愿意 把钱存放在这个地方 他总觉得放在别人的银行里 不放心 一定要放在自己的斗里 正好这个时候 尼四冲手下 有一个叫沈后府的人 这个人呢 早年在银号里干过一段时间 所以尼四冲就找到了沈后府 要求他创建一家银号 一来呢 可以吸收存款 二来呢 还可以代理公库公款 1913年 一封银号就成立了 这也成为了邦布第一家银号 到此为止 从税收到投资 尼四冲在邦布 亲手打造出了一套 属于自己的完整的金融体系 也算是迈出了千年大计的第一步啊 此后 越来越多的银行跟钱庄 开始在邦布设立办事处 金融业的繁荣 就进一步推动了邦布城市的发展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淮河边的小上海 跟现在很多地方官员一样啊 有了金融的加持 尼四冲就开始把眼光 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 在修建都督府的时候 尼四冲就找人 从上海买回来一台柴油发电机 都督府自然也就成为了 邦布第一个通电的建筑 不过呢 尼四冲并没有满足 他发现啊 发电机的功率很有限 只能供应自己的腹底 非常有投资天赋的他呀 就想到了 为什么自己不创立一个电力公司 来挣钱呢 很快 邦布的第一家电力公司 光华电灯公司就成立了 公司从上海 订购了一套50千瓦的发电设备 1919年2月 设备安装完毕 正式开始发电 淮河岸边这个小极镇的夜空 第一次被现代文明所点亮 可是呢 他身不逢时啊 在那个只考核武力 而不考核GDP的年代 城市发展的再好 那也敌不过飞机大炮呀 1920年7月14日 直晚战争爆发 惋惜的段祺瑞 被吴佩孚曹坤为首的直系军阀 彻底打败 段祺瑞被迫辞职 9月16日 尼四冲就被免去了 长江巡越市 安徽都军等职 被迫前往天津隐居 几年之后就去世了 可以说啊 尼四冲就是邦布的隋杨帝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他当年的一系列举动 客观上给邦布后续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尼四冲离开之后 邦布的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 像宝兴面粉厂 大来烟厂 天城公司等一大批企业 都先后的成立 同时 邦布通往顾镇 武河 淮远 蒙城等地的公路 也相继开始通车 到抗战前夕 邦布的工商业达到了顶峰 1947年 邦布的命运迎来了转折 他脱离了凤阳府 独立监视了 1949年以后 邦布创办了一批 国有重工业企业 出现了著名的所谓五大鸡 也就是 邦布空气压缩机场 邦布柴油机场 邦布水泵场 邦布机床场 还有邦布拖拉机附建厂 成为晚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 都说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这些重工业 让邦布快速实现城市化的同时 也给邦布背上了沉重的体质包袱 改革开放之后 邦布的经济逐渐被周围城市所超越 曾经的安徽第三 如今沦落到跟柏州真第八的境地 这个时候 尼斯松早年打下的根基早已不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层出不穷的贪腐案件 以及像灰州燕这样的负面事件 甚至邦布当地人说 只要邦布上了新闻 这下玩了吧 邦布话 这不靠了吗 而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 2022年第一季度 邦布GDP增长仅为0.3% 增速在安徽省16市排名当中继续垫底 100年前 淮河岸边的小镇 如今面临着第二次的重申 邦布这座老工业城市 如何摆脱旧有体质的束缚 如何突破转型 邦布人也在努力地寻找着答案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聊到这里 如果您还想了解 哪座城市的有趣故事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小菜说 为思想加点料 我是小菜 咱们下期再见